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没什么架子 两人也就不再拘束了 可是大家彼此刚熟悉了起来 润玉却收到消息天界出了一些事情 需要他亲自去处理 无奈他只得返回天界 临走前 他专门找了魏英 对他说明了情况 魏英听了便对他说 你放心去处理天界的事情吧 战儿交给我 有我在 绝不会让他受到任何伤害 润玉很清楚魏英对蓝湛的感情 有他在蓝湛身边 他很放心 于是对魏英说 好 战儿就暂时交给你了 一定要照顾好他 魏英点了点头 放心吧 叮嘱过魏英之后 润玉又去见了蓝湛 说明了原委 蓝湛听了润玉的话 虽然很舍不得 但也知道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所以也没有任性 便对润玉说 那润玉哥哥保重 战儿会想你的 润玉摸了摸蓝湛的头宠你的说 好 战儿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说完身形一闪便消失了 在了蓝湛面前 润玉走了 蓝湛有些不开心 虽然两人相识的时间并不长 但他就是对润玉有一种很亲切的感情 魏英走过来看着闷闷不乐的蓝湛 轻轻抱住他 安慰他说 战儿 别不开心了 你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蓝湛双手回报着魏英说 献哥哥 战儿知道 战儿只是有点舍不得的润玉哥哥 魏英听到蓝湛说他舍不得润玉 心里就有点不舒服 便问蓝湛 那如果有一天献哥哥也离开了 战儿会不会舍不得献哥哥 蓝湛被魏英问得愣住了 自从两人相识以来 魏英一直对他宠爱有加 有求必应 他爷爷已经习惯了魏英对他的宠溺 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魏英会离开他 现在突然听到这些话 他才想起来他的献哥哥是魏氏的宗主 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做 怎么可能一直陪着自己 而且自己是蓝氏的孩子 迟早要回家的 到时候他们就会分开的 可是他不想和献哥哥分开 但是又不能总是缠着献哥哥 想到这里 他的心里忽然有点委屈 魏英久久等不到蓝湛的回答 心里不免有几分失落 难道这些天自己对战儿精心呵护 都不能让战儿喜欢自己吗 还是战儿只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朋友 想到这里的心里又有点不甘 刚想嫉妒问蓝湛 却感觉到自己胸前的衣裳有些湿润 一时有些奇怪 忽然又想到了什么 赶紧将怀中之人扶正 一看果然蓝湛正在流泪 看到蓝湛哭了 魏英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他慌忙的帮蓝湛擦着眼泪 边擦边红 战儿你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了吗 他不问还好 一问蓝湛就更加委屈了 有开始的默默流泪 变成了低声哭泣 这下子魏英是真的慌了 他心疼的说 战儿你别哭啊 你怎么了 告诉献哥哥好不好 不想他越哄蓝湛越委屈 看着越来越委屈的蓝湛 魏英心疼的无以复加 可是蓝湛不说话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再次将他紧紧的抱在怀里 用手倾覆着他的背 柔声说 战儿你别哭了好吗 你想要什么献哥哥都给你 好不好 献哥哥真的会离开战儿吗 怎么可能 献哥哥不会离开战儿的 可你刚才还说会离开的 听到这里魏英才明 蓝湛为什么哭了 一时哭笑不得 无奈的说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哭的 蓝湛没有说话 魏英用手轻轻拭去他脸上的泪水 又宠溺的说 傻瓜 我怎么会离开你呢 献哥哥永远都不会离开战儿的 听到魏英说不会离开 蓝湛不确定的问 真的吗 稍显知能相貌 因为刚刚哭过 眼前还红红的 让蓝湛看起来更加惹人恋爱 看着这样的蓝湛 魏英的心万分柔软 蜻蜓点水般吻了吻他的额头说 真的 献哥哥会永远陪着战儿的 浓情蜜意的两人此时并不知道 此次的迷雾森林之行 因为神兽凤凰的出现和蓝湛杀了 几千灵兽的事将会为他们带来一场大麻烦 蓝湛也差一点成为众矢之地一个多月后 一些人到达奇山温室 宗主温若寒得到消息亲自出来迎接 蓝湛看到温若寒很高兴 立刻扑到温若寒的怀里甜甜的喊道 姑父 展儿来看你了 温若寒本能地接住了他 拍了拍他的后背 宠溺地说 展儿 你总算是来了 迷雾森林的事差点吓死姑父了 还好你没出什么事 说完他扶正了蓝湛的身子 对他说 展儿 你这次来可要多住一段时间 正好赶上清谈会 让你表哥他们带你好好玩玩 知道了 展儿这次专门来看姑父的 一定会多留一段时间的 展儿带了好多礼物给你们哦 说着就拿出一个储物领域 交给温若寒 那都在这里面了 温若寒看着蓝湛手里的淋浴 也没推辞 他知道这些礼物 都是展儿自己亲自去迷雾森林找来的 这孩子从小就独立坚强 想要什么都会自己去找 结果蓝湛手中的淋浴 他慈爱地对蓝湛说 好 姑父收下 谢谢展儿了 然后又看向魏银开口说 魏宗主 久仰久仰 此次清谈会能请来魏宗主 是温室之幸 温宗主过奖了 彼此彼此 几人寒暄了几句 温若寒吩咐温巢 给众人安排了住所 魏银和蓝湛住在了同一个院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打不过 就连温若寒也被妖帝大人背过蓝湛 用姐姐困了好几天 怎么都出不来 温巢和温旭每次想阻止 都会被定身术定住 所以不同意也得同意 谁让自己的老爹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呢 陈夕微漏 幽建了庭院传来鸟鸣阵阵 蓝湛正睡的香甜 突然感觉脸上痒痒的 伸手挥了挥 喃喃的说道 别闹 说完把头往被子里缩了缩又睡着了 魏银看着自己被挥开的手 又看着缩在被子里睡的香甜蓝湛 无奈又宠溺的捏了捏她的鼻子 轻声说 展儿 醒醒哦 天亮了 蓝湛听到魏银的声音 迷迷糊糊的回答 献哥哥 展儿累 让展儿再睡一会儿吗 微睡醒的蓝湛声音又软又糯 听得魏银心痒难耐 她吻了吻蓝湛的嘴唇 宠溺的说 展儿 今天是你辜负的寿辰 不能睡懒觉的 快起来 你忘了昨晚说好的 今天要一起去买礼物的 听到买礼物 蓝湛猛然惊醒了 糟了 要迟了 赶紧起身 魏银看着慌慌张张的蓝湛 笑了笑 急忙扶住了她说 展儿 别慌 还有时间 你先洗漱一下 听到她这么说 蓝湛停了下来 看了看外面 松了一口气 接着张开双臂对魏银说 献哥哥抱我去 好 献哥哥抱展儿去 魏银带蓝湛洗漱过后吃过早餐 两人就出门了 急